随着姐姐们不断被淘汰 黄心灵面临的对手也变得更棘手 其中作为韩圈顶级偶像的郑秀妍 在整个亚洲都只有超高的人气 唱跳实力表情管理都经过严格的训练 有不少粉丝表示郑秀妍完全就是导师级别人物 事实上郑秀妍自耳工当上队长后 就一直给队友免费指导舞蹈指导唱歌 甚至还指导其音语发音 队友的实力有很大的提升 这样王木齐带队脖子了一众好评 这秀妍是男鹰怎么都得不到的选手 也是宁静无论如何都要掌握在手中的王牌 这秀妍用实力让所有姐姐心服口服 目前能挑战她的估计只有王心灵了 虽然王心灵表面上甜美可爱 但她158的身体里滤含着巨大的能量 二宫一手山海 让所有怀疑她实力的人啪啪打脸 当然王心灵自己也知道 哪有的作用让自己的名誉和事业被耽误太久 曾经在亚洲小天后 被一茬又一茬新人代替 这秀妍的实力和活力都摆在眼前 再加上三公那鹰带着郑秀妍唱《雇佣者完胜王心灵》 王心灵的表情都懒得装了 看到这大家觉得王心灵和郑秀妍谁更强 事过来 真是 罗有 我 死 灵 死 亀